新裁院院会在今年3月2号曾经决议,有外交委员会调查政府对教育财猎局所采取的维护权益的措施。 新裁院外交委员会推荐了张旧南、叶石修、杨宗培、于晋贤、陶改参、袁秦辉和马空瓷等委员,组成了建议小组进行调查。 新裁院外交部长周苏凯今年邀请了七五年聚会交换意见,并且为他们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局势,以及今后将开启的方针。 监察院决定5月11号下午邀请周部长到监察院报告外交局势。